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SHOCK介绍 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 Trent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SHOCK是美国特种部队的主要指挥机构之一 负责规划和执行复杂的特种作战任务 包括打击恐怖主义和敌对势力 人质解救 情报收集和其他高风险任务 该组织在美国军队中享有杰出声誉 其成员受过最严格的训练和装备 并且在最艰难的环境下执行任务 SHOCK成立于1980年代初期 当时美国在中东地区面临着很多安全威胁 包括伊朗人质危机和利比亚的挑战 为了应对这些威胁 美国政府决定创建一个专门负责特种作战的组织 这就是SHOCK SHOCK由美国特种部队的成员组成 包括陆军特种部队 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和海军特种部队 他的任务是在极端情况下执行战斗行动 包括袭击敌人目标 执行人质解救行动 打击恐怖分子和武装反抗势力等 SHOCK的成员通常都是经过严格筛选和训练的 他们需要具备卓越的战斗技能 领导能力和决策能力 能够在最危险的环境下快速做出正确的决策 SHOCK的总部 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的福特布拉格陆军基地 这里是美国特种部队的总部所在地 SHOCK的指挥官是一名将领 直接向美国国防部长和总统报告 他负责监督SHOCK的行动 确保任务得到有效执行 SHOCK的作战行动通常是高度机密的 这是为了保护作战行动的安全和成功 尽管如此 一些SHOCK的行动还是被公开报道 这些行动包括 美军对本拉登的袭击 2001年9月11日 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 在美国发动恐怖袭击 美国政府决定展开打击行动 SHOCK在此次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派出了精锐部队 SEAL Team 6 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 本拉登藏身处展开袭击 最终成功地杀死了本拉登 红河行动 SHOCK在2011年成功救援了一名美国人质 在阿富汗红河谷的一个塔利班监狱 展开了突袭行动 成功解救了人质 索马里黑鹰直升机坠毁事件 1993年 SHOCK派出了一支精锐部队 参加了在索马里的和平行动 他们在一次袭击中 损失了一架黑鹰直升机 最终导致18名美国军员丧生 这次事件后 SHOCK对特种作战的训练和装备 进行了全面改进 提高了特种部队的作战能力 除了这些公开报道的行动外 SHOCK还执行了许多高度机密的任务 这些行动在执行过程中 会涉及到大量的情报收集 技术支援和军事协作 需要SHOCK成员之间密切配合 和高度的战斗能力 总的来说 SHOCK是美国特种作战力量的核心组织 其成员拥有优秀的战斗技能和领导能力 在最危险的环境下执行任务 这些任务往往是高度机密的 需要精密的策略规划和技术支援 以保证任务能够成功执行 随着全球恐怖主义和安全威胁的不断增加 SHOCK的地位和作用在美国国防战略中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SHOCK的组织结构 SHOCK的组织结构比较复杂 由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 Ossacom所管辖 其下有一系列特种作战部队和支援单位 具体而言 SHOCK包括以下主要组织单位 总部 SHOCK Headquarters 负责组织 计划和指挥SHOCK的各种任务 由一名中将级的指挥官负责 指挥部 SHOCK Forward 负责在海外进行SHOCK任务的部队指挥和支援 并与其他部队和政府机构进行协调 精锐部队 Statial Mission Units SMAS 是SHOCK最精锐的部队 由海豹突击队的Dev Group 陆军三角洲部队和其他特种作战单位组成 SMAS主要执行高度机密的任务 例如恐怖分子杀手 俘虏拘留和情报收集等 技术支援单位 SHOCK Technical Support Activity TSA 负责为SHOCK提供情报通讯和技术支援 例如间谍卫星 无人机和先进的通讯系统等 支援单位 SHOCK Support Element JZ 负责提供后勤财务和行政支援 例如补给 运输和设施管理等 SHOCK的成员主要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 陆军特种部队 海豹突击队 空军特种作战队和其他特种作战部队 他们通常是高度训练和经验丰富的士兵 具有优秀的战斗技能和领导能力 SHOCK的训练非常严格 包括战斗技能 战术训练 情报收集和技术支援等多个方面 SHOCK的作战理念和策略 SHOCK的作战理念和策略 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 快速行动 SHOCK的部队通常需要在短时间内迅速部署和行动 以及败敌人并达成任务目标 这要求 SHOCK的成员必须具有快速反应的能力 可以在极端环境下进行作战行动 精确打击 SHOCK的任务通常要求对特定目标进行精确打击 例如高级恐怖分子或危险的武装分子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 SHOCK的成员需要进行高度精密的执行计划 利用先进的技术和情报来定位目标 多元化任务 SHOCK的任务种类非常多样 从直接行动 反恐战争到情报收集等 为了应对各种任务 SHOCK的成员需要具备多种技能和能力 并且要能够在不同环境下适应和应对 协同作战 SHOCK的任务通常需要与其他部队和机构进行协同作战 例如中央情报局 国家安全局和其他国防机构 为了达成任务目标 SHOCK的成员需要能够有效的与其他机构进行协调和合作 SHOCK的历史和重要任务 SHOCK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 当时美国政府开始将特种作战单位组织起来 并且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指挥系统 称为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 自那时以来 SHOCK只在各种重要任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下是一些重要的任务 1993年索马里行动 美国政府派遣特种部队前往索马里 营救被武装分子绑架的一名美国飞行员 这场行动最终失败 但SHOCK的成员表现出色 其中包括陆军三角洲部队和海豹突击队的成员 2001年阿富汗战争 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 SHOCK的成员开始在阿富汗进行行动 追捕和消灭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成员 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今天 SHOCK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们的行动帮助捕捉了许多高级恐怖分子 例如本拉登的驻守和阿富汗塔利班的领袖 2003年伊拉克战争 在伊拉克战争中 SHOCK的成员在与伊拉克军队的战斗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的行动帮助消灭了伊拉克前总统 萨达姆侯赛因的儿子 乌黛和卡西姆 以及其他高级军事指挥官和恐怖分子 2011年本拉登行动 J SOCK成员参与了美国政府对本拉登的行动 这项任务被认为是SHOCK的重要成就之一 他们的成员利用了先进的技术和情报 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一个藏身处 成功消灭了本拉登2021年阿富汗撤军 在美国政府决定撤出阿富汗后 SHOCK的成员参与了清除当地的美国军队和盟友的设施 并且协助保护当地的平民 SHOCK的组成和职责 SHOCK有多个单位和部门组成 包括陆军三角洲部队 海豹突击队 空军特战指挥部和情报部门 这些部门的职责各不相同 但他们都是SHOCK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为SHOCK的任务做出了贡献陆军三角洲部队 陆军三角洲部队是SHOCK中最著名的部门之一 由精锐的特种部队成员组成 他们的职责包括进行高度级密的特种作战任务 例如精确打击、营救行动和情报收集 海豹突击队 海豹突击队是美国海军的一个特种部队 也是SHOCK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的职责包括进行水上和陆上的特种作战任务 例如营救行动、海岸巡逻和反恐任务 空军特战指挥部 空军特战指挥部是负责提供空中支援和情报的部门 他们的职责包括航空作战、特种空降和空中营救行动等 情报部门 SHOCK的情报部门负责收集和分析情报 协调各单位之间的行动 以及协助执行特种作战任务 SHOCK的成员经过严格的训练 并且拥有高度的技能和专业知识 他们必须具有卓越的战术、技术和策略能力 以应对各种特种作战任务和情况 SHOCK的指挥官由一名高级军官担任 通常是陆军中将或海军上将 该指挥官负责领导和协调SHOCK的行动 并与其他国家和组织合作 以达成共同的目标 结论 总之 SHOCK是美国军队中一个高度秘密的特种作战部队 负责执行关键的特种作战任务 例如打击恐怖主义 营救行动和情报收集 他们的成员经过严格的训练 并且拥有高度的技能和专业知识 SHOCK在多个重要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包括捕捉和消灭高级恐怖分子 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 和清除阿富汗的恐怖分子 SHOCK是一个高度秘密的组织 它的行动和活动很少公开披露 因此外界对它的了解非常有限 但是SHOCK的存在和行动 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它是美国反恐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SHOCK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和争议 主要是关于其行动的合法性和透明度 一些人认为SHOCK在进行行动时 缺乏透明度和监管 可能会侵犯人权和国际法 此外 一些行动可能会导致无辜平民的死亡 这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和批评 总的来说SHOCK在美国的反恐战争中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它的成员经过严格的训练 并且拥有高度的技能和专业知识 以应对各种特种作战任务和情况 SHOCK的存在和行动 有助于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 但同时也需要考虑到 其行动的合法性和透明度 以确保其行动符合法律和人权标准 让我们要留意 服务者配合法律和人权标准 200万率 精归 文字 试